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针对手指的 我们会告诉他们 像说大拇指代表的是哪一个器官 还是说怎么做会比较轻松 然后不会影响他们的活动 那我们也会在做的方面 会注意他们的安全 告诉他们比如说扶着椅子 不要这样子站起来就直接站住 不要直接马上站起来 容易造成他们腿部有时候会痠会麻 所以会有腿跟手 那有拍掌 还有那个穴道的拍打 然后还有穴道的按 简单的指压按压等 而这次所教导的健康操 多半为拍打工 主要是拍通身体的淋巴腺 动动身子流个汗 促进血液循环 让银发族越动越健康 降低疾病发生 身为上林社区的居民 艺员监禁县也相当赞许 需要能借此兼顾健康的同时 还能鼓励银发族 呼朋引伴走出家中 来参与各项活动 与人交流 带动一个健康操约 可以我们这个时代 感觉很快乐 一起唱唱跳跳 然后在这个运动中 可以非常健康 这是非常好 我们也很希望 平衡的时代 终于可以走出来 因为都处理了 感觉感觉 但是我们出来的时候 大家含鲜一下 还做运动 所以精神更好 心灵也很快乐 我敢说 这个健保卡都不用用了 大家越走出来 越快乐 越健康 台湾人口老化快速 而南投县是全台老龄化最严重的县市之一 相对的 银发族照护显得更重要 期盼每位银发族 不要一直待在家中 走出来雨的互动 同时减少独居老人在家中 发生事故 无人了解的状况 也能让他们的晚年生活 过得更加开心与精彩 米西游林轩 草村才能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